救護人員不間斷 對八歲大的女童實施CPR 一刻都不敢怠慢 因為這時女童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到院後持續急救一個小時 人回天乏術 女童母親還是難以接受這個噩耗 對著急診室崩潰哭喊 她沒有死 再救救她 只是沒想到導致意外的凶器 竟然是一張遮疊桌 這張120公分高的折疊桌 把同樣是120多公分的女童牢牢夾住 女童的胸部被桌子夾住 地上還殘留嘔吐物 弟弟進到屋內看到這一幕 趕緊呼叫正在午休的媽媽 同時還跑到600公尺外的小學 找老師幫忙 老師說我姐姐受傷了 然後請主任老師可不可以來幫忙 然後主任就車子開著再一個老師 就趕快到他家去 校長得知消息也趕往派出所關心 她表示女童平時在學校就非常的乖巧 今天發生這種不幸 她們也感到相當不捨 而女童的家境不算太好 所以她們接下來能做的 就是全力幫忙家屬申請相關補助 記者侯國文連家近張志凱 家一報導